- 法歐決鬥聖 大家好,今天玩的是法歐決鬥聖 有一些人在底下有留言跟我說 我跟巫師對決的決鬥聖能不能拍成天梯牌組 那最近其實是有一種的 就是有配合法歐瑞斯王 然後加上決鬥聖的一種大大聖 那我先跟你們講一下怎麼運 大概講給你們聽一下 首先我們怎麼觸發這些效果 法歐瑞斯王的效果 就是我們可以零彩晶片 跟法歐瑞斯王抽到的時候對調 比如說我抽到救贖好了 我抽到救贖 然後我救贖會變成10費 然後法歐瑞斯王會變成1費 那我法歐瑞斯王打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有附帶10費手下的 隨機手下就下來 那就很強 然後你其他手中又有其他法術 這樣下來的話很強 然後第二種是 比如說你零彩晶片抽到其他大怪 比如說這隻 老虎好25費 那我那個法術變成25費 別人一定會說 那法術就沒有用了 沒關係 我們可以配合我們的法歐瑞斯王 把那個手中25費的法術拿出來 那就會直接召喚一隻老虎 也是第二種方法 可是這樣的話你法歐瑞斯王 可能就要等到10費之類的 這一套還有另一個玩法 就是決鬥勝 就決鬥單純的決鬥 你拉出來可以跟一隻 比如說對面的什麼主要牌啊 或者小怪之類的 做個互壞 然後你又是很大的怪可以活著 當然是比較不希望是 活到這一 拉出這些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的牌桌 為了拍給這個 想要看決鬥勝的觀眾 我還玩了好幾場 一直輸一直輸 輸到了一千多分了啦 那沒什麼關係啊 我們直接講一下實戰怎麼應對 我們打牧師的話 現在就是星火木半是任務 那我們能起手能抓鏡片 或者是五千多分 因為我們這一套都偏大 所以我比較不希望能直接抓到怪 然後我是希望能抓到靈殘 或者是決鬥 這樣子的話可以把怪拉出來 變比較小的怪 不然就是決鬥 直接把對方的怪拉出來 然後我們大怪拉出來決鬥 那我們前期都不能幹嘛 大概只能翻個新兵之類的 不然就是 從排隊裡面拉最低費的手下 加給他22那一張牌 那一張的話 我們就是拉出麒麗亞斯的話 可以回比較多的型 那前期就只能翻新兵啦 那他這裡直接打出個高階技師阿彌特 那我們是必須處理掉這一隻的 那我手中有個儀式頭人 我會想要直接把他解掉 但我很怕他是下一回合又直接復活 很不希望 但你不解也不是 那還是被他隱魂者復活 這實在有點虧 就是被他超重的感覺 就是完全在他意料之內 然後現在這隻小怪又直接生了7滴血 那我5-7會想要去消一下這個阿彌特的血量 不然他等一下拉出來的怪都是非常高血量的 還要讓他浪費一些去節奏去補那隻怪 然後再丟小怪 不然他一直丟太多我們是很難處理的 我們是很難處理的 我們也沒辦法1-4火沾之類的 那我們就直接決鬥 那決鬥拉出老虎還不錯 這剛好是7攻可以直接把他7血的生物都解掉 然後這個阿彌特也可以再次解掉 當星火木復活到阿彌特 勝率就非常高了 那他直接加倍直接丟出去 我其實覺得如果 星火木要玩得好 就是要一次把別人打到死 或者你要確定他沒辦法解掉 那我們是聖騎士是有一視同仁這種 變一滴血變成一弓的那種東西 我是不建議牧師是直接去做一個加倍的動作 那我們這邊救贖也是直接復活大怪 讓他也很頭痛 那我們右手進了零彩鏡片 我們先抽 那法歐瑞斯王出現了 你看這combo就可以用到 他就是可以跟法術對調十倍 那我們這一回合不急的打 為什麼呢 我們剛才算一下我們的手牌的話 是超過6張以上的 然後加上我們的場面有一隻怪 所以是沒辦法拉出這個十倍的 法術的生物 如果剛剛大家沒看清楚的話 可以照帶回去看一下 就是我們手牌已經超過6張 然後沒辦法拉出這個十倍法術 因為我們當然是想要拉出十倍的怪 所以就會先甩一下手牌 而且順便解掉那隻很高 很高血量的苦痛 我們怕他直接加倍加倍的星火 下一個一隻再幫我們展示他 那他還是很賽 一直復活到高階祭司阿彌克 那我們很頭痛 那我們算一下我們打掉一個法術 剛好是加上我們法奧瑞斯王 是足夠把這十倍的法術給戰場 還好我們這一波拉出十倍的超過卡 十十 這張卡還蠻op的 至少可以幫我們頂一陣子 這阿彌克已經很煩了 還好他前面已經用掉加倍了 應該暫時不會再加倍了 他加個真元素盾 加兩滴血 這樣他每隻怪都會很大很大 還好我們真的有拉出這個十十嘲諷 不然可能就很麻煩 他還要花一個顛倒去解我們這個嘲諷 那他總共已經叫出三次阿彌克了 這也太誇張了 這個牧師真的是太誇張了 一般來講很多應該都直接倒地不起 因為我們是聖騎士 是可以操控對手的血量 還算好打 還算好打 那做個優勢交換 那右手進了奉獻 我這一波會想要進行全部燒場 就是不要給他任何一隻怪 沒想到我們大大勝的支援 你會被星火木消耗這麼多 也是對手厲害 也是對手厲害 他還有帶一張七費補牌這張神卡 那真的是跟很近 可是他的牌庫來講應該已經消耗很多 而且他前面已經交掉一個加倍了 那他為了抽牌幫我們補這兩隻一血 我是覺得沒什麼關係 他抽這張牌不足以打扮我們 因為他已經交掉一個加倍了 我們大家只要注意一下 不要讓他場面太多 然後維持一下我們的血量 是不會被他那麼輕易斬殺的 那我們這裡鐵頭 直接鐵頭下去了 人稱鐵頭羊羊就是要趕接 因為我們手中還有一些暫停還有補蟹 所以這個傷害是直接吃的 我們不要給他場面就好 那他應該是最後一次鋪場 他還繼續抽牌 他根本是賭最後一波 可是我覺得他前面的加倍實在是太早交了 不然他是有機會贏的 我們現在要想辦法處理掉這場面 他應該是跟我們拼最後一波 然後有一個加倍 可是我們非常尷尬 我們是沒有一式奉獻這種東西的 然後他還有一個護光者 那我是選擇想要把直接連接這個護光者 因為我們就是鐵頭羊羊 然後再直接補滿血 這樣子的話他要打掉 一回合打30滴也很困難吧 而且他已經交掉一個加倍了 那我只能怪他他太早交啊 沒辦法他太笨了 打這種聖騎士 有什麼暫停補血的還隨便的交加倍 笨笨 虧他還一直復活阿密特 我就沒辦法那麼賽 他們這些靠賽了 那他做出這一波應該就沒了 然後我們手中還有一個十倍的制服 剛剛顛倒過來了 雖然他變成十倍很難用 但直接給他一一他直接崩潰 他還在跟我們賭能不能解掉這場 是不是 是可以解掉的 然後我很討厭那種 打不贏就不直接投降在那邊開燒 這很拖我時間 這一套來講的話 真的要比較靠賽 所以我不建議拿來罰分 是我為了展示給那位觀眾看 他說想要看決鬥勝 所以我才拍這部影片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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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